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11号 星期二 因为我的三脚架不翼而飞 所以我现在拍摄的角度不是太好 我是用一些书 用一些东西垫的高高的 然后把手机固定在一个架子上 所以现在勉强可以拍摄 我们今天要报告几个新闻 这几个新闻可能对大家来说都比较关注 就是白宫已经下令要对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进行调查 因为现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医学专家 就是专门的病毒专家都在研究 说这次的病毒到底是人为的 还是自然产生的 所以现在有这方面的争议 既然有这方面的争议的话 就应该弄个水落石出 所以我想白宫下这样的命令 做这样的调查 也不是说空穴来风 一定是有一定的信息来源 所以我们近代这个将来有一天啊 会水落石出 另外呢 川普总统跟习近平通话的时候 据说这个习近平告诉川普总统 说中国的疫情在四月份就会结束 因为四月份呢气温升高 病毒就会被杀死 这个我觉得习近平贸然 吹这样的牛 事先做这样的一个预计 有点过于这个急迫了吧 他可能就是想跟美国人说 没什么事儿 我们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很快就能把它消灭 这个我看到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 这两天这个中国的文艺明星们 官方组织他们在搞一些朗诵会啊 演唱会啊 在歌颂党中央如何了不起 做出英明决策 来这个抗击病毒 说党中央如何如何英明 一定会这个全面的进攻这个病毒 把病毒消灭 我看了非常的搞笑 我就在推特上就回了一句 在这个视频看到的视频上回了一句 我说这个党中央就是病毒的本源 就是你这个 他的核心本源就是党中央啊 你想想是不是啊 中国的这些事情搞成今天这个地步 难道不是党中央搞的吗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新闻呢 是看到日本自民党 也就是现在的执政党 他们提出的这个号召 要求他们的这个自民党议员 每个月啊 就是从这个月吧 就是啊 下个月 从下个月开始 三月份 每个月 扣五千日元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 是 只扣一次呢 还是每个月都扣 反正我看到的好像说是至少三月份 打算扣五千日元 五千日元也没多少钱啊 就是说这个几百人民币 三百多人民币吧 但是呢 这表明了一种态度 其实按说呢 一分钱都不应该捐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 中国把日本当做什么 中国官方还有一些脑残愤青 经常把日本当做这个最大的仇敌 动不动叫嚣 要把日本人杀光 要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那么这些日本政客们 为什么要捐这么五千日元呢 看起来数字也并不大 那中国的这些官员哪一个人 那贪官污吏 哪怕是一个乡长 一个村长 他们这个贪腐的速度 他们的贪腐的金额都是惊人的 他会在乎你这五千日元吗 他们挥霍起来浪费起来 简直是 你都看不下去 每一年这个中国的大撒币 往全世界到处撒币 撒了多少钱 中国政府缺钱吗 真的是没有必要 日本国会议员 为什么要给中国来捐钱 是帮助中共吗 还是你说是同情武汉的这些 受疫情感染的这些市民 那就关键就在于这个钱 怎么样能交到这些人手中 也就是说普通的老百姓 真的需要帮助的这些人 你不要把这个钱捐给中国政府 你要捐给政府 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了 这个所以一定要想办法 如果要想捐的话 一定是真正有可靠的人 直接能够送到这些需要的人手中 这个需要指的是 确确你有受到疫情感染啊 受到这个严重的这个影响的这些人 而不是说张口说我要这个钱 你要这个钱 你有什么资格要这个钱 你有什么理由要这个钱 对吧 再一个呢就是眼看着就要开两会了 一般三月初 中国呢开两会 有人说二会 二会呢就是说 都是很二的人在一起 这个表面上在讨论国家大事 实际上呢 都是做表面文章演戏给全国老百姓看 然后这个 每一年全国最昂贵的两个party 或者讲最大的party 就是全国的两会或者二会 对吧 这个上千名代表 然后呢 北京经常是交通都要是一切都要让这些 两会代表先行 劳民伤财 每一年开这么个二会 要花多少钱呢 几千万人民币 这是少说的 实际上它的机会成本可能更大 就是说实际上 这根本不值啊 开这么个二会要花那么多钱 很多贫困山区 一个县的这个贫困问题 都能被这次开一个二会所解决 所以为什么要开这种二会 看来今年的二会是开不成了 为什么呢 这个 一个是疫情这么严重啊 那些来自疫区的那些代表 这些党中央领导真的很放心吗 你要开这种二会 那习近平 这种贪生怕死的领导人 他不敢去武汉 但是呢 他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得参加会吧 他得接见这个开会的代表吧 还得到有些代表团去跟人家分组讨论 所以这样的话 感染的概率还是很高的是吧 虽然他们已经进了最严格的这个隔离啊 这个防护啊 习近平戴那个口罩也有人指出 他口罩戴戴错了戴反了 旁边也没有人敢给他指出 还是说这个旁边的人都很无知 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看来两会 要么就延期 现在官方还没有宣布延期 什么时候开 因为你光说延期延到什么时候才合适呢 按照习近平跟川普的说法的话 4月份就会结束 如果4月份结束的话呢 他4月份或5月份可以开 对吧 但是按照我的预测的话 恐怕要到8月份才能结束 这还是比较乐观的 就是假设 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这种发展 可能到8月份 有可能会结束 习近平那么乐观 4月份就能结束 那么他5月份可以开啊 对吧 所以呢这个二会啊 今年这个二会不知道他们会延到什么时候开 在我看来开和不开 差距也不是特别大 对吧 就是让有一些人神经病整天去那个做秀 过去呢 每年两会 大家关注的一些焦点啊 这个一些明星代表 他们的胡说八道 根本不懂国家大事 平时都不关心 到临开两会的时候 二会的时候做一些准备 提议一些 提出的一些提案 简直是让人啼笑皆非 连幼儿园水平都没有 就是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有些 看了都恶心 就说这些人到底是 是不是个正常人 正常思维 提出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提案 真正要需要提的提案 没人敢提 对吧 所以呢往往每一年二会期间 大家都会关注 像这个李小玲啊 作秀那个样子姿态让人恶心 过去的毛星雨也是一大看点 对吧 人家要围观毛星雨 然后过去文艺界的代表像朱军啊 像倪平啊 过去都曾经被人们这个 围观或者是关注 但是他们说那些话呢 到今天大家回过头来看看 到底是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吧 还有一个呢就是 就是生计兰活化石 活化石 活化石这是开玩笑啊 就是从1950年就作为 是1950年啊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他超过半个多世纪了嘛 一直在当这个代表代表 一直从年轻的时候 他说他从来没有投过一次反对票 全都是投赞成票 那么就是过去 毛泽东实在犯下的恶 他都有份 然后呢 不管什么样的人 共产党说什么 他就听什么 全部都是 这种人实际上是为自己 为自己的后代捞了很多的好处 所以这样的一个僵尸 政治僵尸 到现在 我估计这次如果两会开的话 他还会参加 所以这种二会不开也罢 为什么要开呢 是吧 而且劳民伤财 也不能替人民发声 这种二会还是不开最好 我今天的视频做的也很勉强 为什么呢 没有支架 我弄了半天弄这样子 有的人说这个脸 说我的脸大是脸肿 其实不是的 就是角度的问题 如果有三脚架 调整的这个角度好一点的话 应该不是这样 另外呢 我今天发现也是 在最近一段时间都是 我的这个油管频道 我只要做完视频往上传 传完两秒钟 他就告诉你 你的视频不适合投放广告 这是中了邪了 邪了门了 我今天刚刚做了两个视频放上去 都是秒杀 第一秒钟就告诉你 没有广告 所以说这个油管到底是不是性供了呢 到底怎么回事 我这个这么多年 我从2017年开始做做视频 三月份开始做视频到现在 基本上都是受打压的 我的这个订户长期上不去 然后呢 我的这个点击量也是长期上不去 所以经常有一些好心的网友 教我说你的标题要吸引人啊 你的内容要这个 讲一些人家爱听的呀 你是经济学者 你应该多讲讲经济啊 其实这些办法我不是没试过 我都观察过比较过 现在无论你做什么 我是好像是被定点了 被定点关注了啊 所以我现在最近做的视频 基本上你做十个啊 有一两个他能放行 经常是五六个七八个 他就跟你说不适合投放广告 你要人工审核 人工审核以后 审核完了还告诉你 有的还是不适合投放广告 所以我不知道他凭什么来 他在判定 两秒钟一秒钟就能判定 不适合投放广告 是根据什么 是他懂中文的那个机器系统吗 他有机器系统识别 我的标题就天然的就不适合吗 还是我这个人就不适合 所以我今天刚刚投放两个视频 全部告诉我 不适合投放广告 就想封杀封死我 也罢 这个假如说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用其他的方式啊 就是说我也不一定非得做视频了 我到时候写写文章也可以 而且做视频 只是一种更加直接的吧 就是我是 有的人把这个视频要当做一个 他的新闻的直接来源 这个也不太合适 对吧 就是说我们一般 像我是每一天看英文的新闻 中文的新闻 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跟大家聊一聊 像拉家常一样的聊一聊 因为我知道国内有一些人呢 他不具备英文的直接阅读能力 所以呢 经常是看国内的一些人翻译过去的 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大的背景 环境下 有些人呢 就不敢如实的反映国外的新闻 经常会阉割 甚至有的是有意的受中共的指使 颠倒黑白 所以呢 我一般会把有一些重要的信息 像国内的不太容易 这个看第一手资料的人传播一下 然后呢 我会有一些感慨自己的有感而发 但是好像国内绝大多数的这些受众 对美国的新闻 或者讲世界上 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新闻 我们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总是要谈中国的事 谈中国的事呢 我一谈 又觉得我的观点 就好像是反共的 偏激的 然后呢 有些人就是 经常会上来骂我 对吧 这些骂我的人 我觉得很无聊嘛 你不喜欢你别看你别定嘛 对吧 这些很无聊的人 经常来来捣乱 然后呢 这个油管呢 也很配合中共 最近这段时间老是对我打压 打压的这个太厉害了 我知道 有一些媒体是长期受打压 比如说像博训 很长时间 大概快两年 没有广告了 所以说这个做法 确实让人恶心 这个油管 到底是怎么样被中共控制的 这些细节 我们还真的不清楚 所以这个做法 我相信很多反共人士都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当然我最近呢 确实受到了比较集中的打压 那么你想想你做几个视频 放一个上去 他说不行 还放一个还不行 就是不给你广告 那么 话又说回来 如果一分钱收入没有 还做不做 做是还是会做的 但是呢 可能就不像现在做的这么密集了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 像我现在 也没有哪个单位给我发工资 对不对 我也没多少收入来源 我还是希望 这个本来是希望服务大众 然后大众呢 给我一些回馈 那么 多多少少 你 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嘛 对吧 但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确实很 很糟糕吧 我希望这个情况 不会持续太久 还有人说 哎呀你 肯定是你不行嘛 你李永乐 人家是上百万了 人家是 什么那个李子柒 人家是什么上千万了 对啊 我确实没法跟他们比 那么 还有一些人呢 也就是个人自媒体的有一些 像石头记还好几十万呢 对不对 那我还比不过石头记 但是我从来 我讲过不止一次吧 我就说 我从新闻这个评论的这个角度来讲 从政治评论的角度来讲 难道我水平比这个石头记 比他们低吗 既然不比他们低的话 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 能说明什么呢 就是锅片 锅片的订户比我多的多 锅片几十万订户 而锅片每一天的点击量都比我高得多 而且对锅片还没有这种不给广告的打压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说明锅片水平比我高吗 所以如果要是讲这个世界是这么不公平的 就是选择锅片这样的视频可以这个广泛的流行 而且还能得到收入 而我这样的总是这样被打压 那你说这个世界 所以我为什么讲句难听话 我就说 为什么我不太相信上帝呢 就是说很多人多少年来劝我受洗 我就觉得上帝当人们真正需要他的时候 上帝并不存在 所以有人讲你不够虔诚啊 你要经常祈祷啊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上帝从来没有帮过我 所以呢 我跟上帝没有什么感情 没有什么交集 就是我过去倒是去听过很多次 这个教会去了很多 对吧 我今天说这个话是比较得罪啊 但是我不怕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上帝要真的管用的话 对邪恶真的是 你不能说多少年 几百年几千年你都不出来 对吧 这个有人说啊 这个耶稣曾经降临过呀 他又后来又再出现过呀 只不过你没赶上而已 对吧 我想至少几百年没出现了吧 最近五百年三百年他出现了吗 最近三十年五十年他出现了吗 最近三年五年他出现了吗 有人说你心中有他他就会出现 这个是这东西很玄妙 我就不想说了 对吧 我觉得如果上帝真的存在 我就希望这个他能够阻止向希特勒发动二战 对吧 这个一些重要的这个世界上的重的重大的灾难 他能够阻止 特别是现在中国发生的这个这么严重的疫情 还有呢 中国共产党这种危害人类的 这样的一些做法 上帝不应该不闻不闻 应该及时的出面阻止 好的不说 不想再说了 说了得罪人太多 好先说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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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